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來七一 放假,大家去哪裡玩? 會不會上去北上玩呢? 近來很多人都上去玩 亦都希望香港可以熱鬧些 因為你看到七一,我們很多碩士 都在搞七一節的菜式 全部撲出來的食肆 希望餐廳的生意可以好很多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流廣消費 其實除了香港人自己本地會消費之外 其實都會多些遊客來香港 因為始終香港是其中一環 主要收入都是旅遊業的 而說到近來很多內地遊客來香港 好像剩下了很多 除了打卡,去了不同的街道打卡之外 好像舒服了很多 大家沒什麼爭吵 近期有一宗新聞 就說有位內地客來香港迪士尼 又吃又拿 還要為你賺到盡 怎樣呢? 原來他拿了人家的powerband 拿了powerband之餘 還要拿上網賣 這個powerband功用 不是你的 引起很多網民公審他 另外有一位內地客去到公立醫院 香港的公立醫院急診室 就投訴姑娘 護士 歧視他 這樣 尤其是 郭泰那件事都搞到滿城風雨 公立醫院會不會立即解僱人 但是近期好像說不夠醫護 人手不足 不要搞這些事 好嗎? 我們看看 還有一些風波事件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先和大家看看迪士尼方面的消息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呢? 哇 拿好處 下來拿好處 有人說 哎呀 很多人來香港拿好處 想不到連迪士尼功用的充電器powerband 都不放過 自己拿了一隻魚 還要拿上網賣 每天為你賺到準 有人說 有借有還才是好人 有借不還才是好人 這種行為 是否真的要我們一起公審呢? 首先和大家了解一個詳情 話說近期 討論區上面有香港網民發言 就說 有內地遊客將香港迪士尼的三個共享powerband 就放了上去小紅書轉售 哇 這樣啊 喂 你拿了別人的powerband 放了上去嗎? 不是吧 這件事件就引起 中港兩地的網民激變 有一班人首先就覺得 你呀 別人借了假裝忘記還 那本來這個是共享的 是吧 那你竟然將它自己私有化 然後就放上去 放賣 那你以為 利益就歸了他自己 其實有人說 那些powerband有什麼特別呢? 不是的 香港迪士尼那些powerband 有迪士尼那些主題人物 是不是獨有呢? 麥爾罕玫瑰啊 看到有些人說 哇 米奇老鼠啊 或者可能迪士尼某些 icon 可能有利可逃啊 那是不是引起那個貪念呢? 這件事件很厲害 炒到熱辣辣的 那有班人就認為 就說 其實 喂 你大家都知道 借這些powerband 是給按金的喔 他有沒有 他沒有放下 那個powerband 沒收了按金 理論上是他的 是嗎? 說他喜歡怎麼買都好 那就沒問題 嗯 這裏有一點點 炒開一點點題外話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香港就少些 內地就很多這些powerband 給你租借的 那你租的 那你走去掃個 QR Code 他會彈出來給你 那他有寫著的 你可以不還的 是嗎? 他寫著很小的條款 可能沒有人察覺 因為有一次我真的沒有電 不記得帶powerband 在內地 就借了powerband 看看後面寫什麼東西 又讓我看到 其中一個條款 就是你可以不還 你可以私有化它 因為他本身有按金 你不還 他就扣了你的按金 那你自己代了他就可以了 那我心想 哇 你也很好 按金不便宜 你這個powerband 我們都知道 powerband 又輪流用 我也不知道他用了多少次 那些電 老實說 都隨時有點彩彩 哇 我變相幫你賣一個 二十 不知道多少手的貨 是不是 這樣 你豈不是很便宜 我心想 死了懷 那不是的 有時候有些人真的 沒有的 或者我用了powerband 然後沒有空 去到很遠 算了 當是蠔給他 也有這些 但我真的很少見 會拿回網上賣 其實有沒有人賣 都吃問題 好了 這個事主 這招商啟示 一登上來 引起網民熱議 無論在香港的討論區 甚至乎在內地的小紅書 那個反應都有兩個極端 首先有些人一定會這樣說 這件事是公用的東西 你自己拿去 然後放在網上賣 那他的帖子放在網上賣 是寫什麼呢 就說出售 三個香港迪士尼充電寶 按金 365元拿回來 這樣 他說他需要回血 那 換句話說 他說他自己沒有拿按金 那你想想 這三個powerband 他 他用回按金的價錢 去賣給別人 就打算升級 這個位置上面 有網民首先 罵他 他就說 別人用不到 你又不還 搞到別人可能損失 有人質疑 這位事主 根本就忘記了還 假裝忘記還 多於真的還 因為三個powerband 他聽到很重 我首先要這樣看 如果他拿了按金 又或者根本借這些 不需要按金的時候 然後他上網賣 我覺得可恥 卑鄙 為何用卑鄙來形容 這些 是共享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私有化呢 你還要大膽放上網賣 我覺得行為是 網民去罵他是對的 這些行為是缺德的 不值得去贊 但是 如果 舉例 舉例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內地有些powerband 刁明 舉例 你powerband是多少錢 你上淘寶自己看 一個powerband 一百元內都有過 我記得 見過按金五百 五百元按金 不是開玩笑 他真的寫著 你喜歡就任你拿 我沒收你按金 你何時不還 我就沒收你按金 很簡單 這件事是明白道理 你不可以還給他 他按時計 收費 內地那些 不可以還回去 否則他就靠你按金 這件事就是個問題 如果本身那個產品 可能不值那個按金的費用 換句話說 就算哪怕租借那個人拿去 都是租給你那個賺的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做生意的 一定是計算過度過的 這件事件引起這麼多人爭議 後來這位事主也更新了自己的貼 在原有的貼文加回解釋 他首先澄清 他說他自己真的不記得 原來他說他聯絡了香港迪士尼 提供這個powerbank的服務公司 更加拿了一個截圖出來 公司就表示 扣了按金之後 你可以給自己用 這件事件 有人就擔心 就說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推動充電服務 實名制 令到借充電器很困難 很老實 反過來 當然不會 內地都 你掃用實名制 即是叫做支付 電子支付 已經實名制 第二件事 其實你不用擔心 他要不要用這個實不實名制 到時候會不會借得困難 如果我是商家 發現到 如果這些人是很喜歡 貪責上面的迪士尼 logo 懶得是獨立 弄一堆出來 舉例 他成本一百 然後我就按金五個 說明了 你可以 你喜歡 都可以 我收緊你了 那個按金 對不對 你拿一個 我可以做多四個出來 這些生意不怕做 任你買 那你就跟迪士尼公司拆 拆板拳 拆盛 引一大堆 不同的公仔 在上面 冰雪奇緣 白雪公主 舉例 全部都引上去 甚至乎 買其老鼠等等 有什麼所謂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又不會影響到大家 當然 其實 他不是偷 他有按金 但這件事件 引起很多人去擔心 會不會到時候 有些事情真的不需要按金 有些人就懶惰大頭蝦 叫做自己代了 然後代代平安 然後拿去賣 有人就覺得 你這些事情都很吵 電袋都不知經過多少手 對吧 所以 這件事 我相信大家都用過腦筋 做生意的事情 會虧給你 那 是不是劣幸 如果沒有給按金 就劣幸 但這個爭議性的話題 就看看是否劣幸 有位內地人士 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他在小紅書上 批評香港的公立醫院 就說見到說普通話的人 就被護士 就被香港公立醫院的護士歧視 他懶惰很深 甚至乎 是否叫做 我們抱不平出來 誰不知 就被網民插到反天 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這位小紅書的樓主 先說什麼 他有個事員 原來在這個月頭 他當時在聯合醫院急症室 等著分樓 涼緊血壓期間 就見到旁邊有個男人抱著小孩 小孩 小孩就不停在那裡哭 哭哭哭哭 這個時候 一名護士走前 就用廣東話 問這個小朋友 究竟的家人是否在外面 看到這位男士 就不懂回答 於是就問對方 這位護士 就問你是不是不明白我說什麼 好了 後來知道這位男人 不懂說廣東話 於是就用普通話問他 你是不是外地人 我問的問題 就是護士 就問他是不是外面有親人 那如果是的話 那你不如把小孩抱出去再進來 好了 這個男士就說 對呀 小孩的家人在外面 於是就抱著小孩離開急症室 好了 誰不知 男人一離開 這位事主 就聽到 就是在小松鼠發文這位事主 就聽到 那位護士 轉過來說 X他老美 浪費了時間 他感覺到 這名護士的態度不友好 嚴重歧視普通話的外地人 我待會再說 看看網民說什麼 然後有什麼後續 好了 此貼一出就必火 看看大家 可能在這裡想一想 你覺得這位護士的服務態度 是否真的很差 嗯 是否真的有歧視 其實 反正這樣說 你 郭泰那件事 你說 不是啊 笑他啊 英文什麼什麼什麼 OK 好像這位護士這樣 對著你 跟你說 你是不是不懂聽 我轉channel 用普通話跟你說 好了 然後他碎碎咀自己 跟自己說 OK 或者你覺得他是 罵別人也好 什麼都好 他自己轉過來說 很細聲 讓你聽到 浪費了時間 好了 第一件事 就是 有人覺得 根本這位護士的舉動 是沒有歧視任何人 他怎麼會歧視普通話呢 他哪一句說話 你覺得他歧視普通話呢 這個又有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有人就覺得 公立醫院 本身就是歧視所有人 你看到每個人都在等 是不是 這樣 我又覺得 壓力大 醫護壓力大 你看到人手不足 一個護士在招呼多少人 這位樓主 他也在文中中沒有提及過 這位護士很不耐煩 解釋給病人 只不過他轉過來 自己在身上 怨天怨地 也好 什麼都好 那你就會覺得 他是歧視 我自己又覺得 這樣 大家是不是太過敏感 我不知道這位 寫貼的人士 究竟他在想什麼 有時候 我們都說 你不要對著客人罵 對著他 他對著自己 倒下頭 也好 什麼都好 你想想 真麻煩 我又被你罵了 這件事 我覺得 你在急症室 大家都很繁忙的時候 沒有辦法 有時候 你去面對一個人 當然 有人就覺得 好了 你一個護士 是不是不應該說髒話 或者不應該 轉過來 應該這樣說話 其實 不要說我自己去看 有人就這樣說 很多人就覺得 就說 你明知別人的醫院這麼繁忙 浪費時間 還覺得很合理的話 到時候 下一位客人 或者下一位有需要人士 去找姑娘 你想想 又被上一位人士 前繞住的時候 那 你能否明白到 其實大家是誰是誰呢 他有這樣的反應 可能也算是合理的 當然 可能有人會覺得 說髒話不行 不可以說髒話 有髒話的結疲 原來真的 這位樓主 又這樣說 他說 其實等得久 不是問題所在 是關鍵的護士爆粗 說到男人走開之後 就罵 聽到不舒服 有網民又表示認同 一定要投訴他 又不是指著別人罵 是不是 他 轉頭自己嘴唇唸又不行 所以你說做人的 有時候 真的很難搞 當然 你說是國泰人 那個也是 自己 圍著自己 周圍說 當然 你可以說 全部都是 所有服務人士 都不可以在職場空間上 談論任何事情 總之 你被人罵也好 笑也好 我自己 這樣看 究竟你是不是要把standard 我張心比幾 我不知道他 打工也好 做老闆也好 還是什麼都好 你會不會罵人 你會不會轉頭罵人 如果會的時候 你也是歧視人 同一個道理 當然 我相信這位姑娘 是沒有什麼意思 她很簡單 就是 你妨礙了 好忙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自己 從這個角度來說 有人覺得 如果你想服務態度好 那你不如自己 請個看護回來 請個醫生回來看 一對一就最好 你公立醫院 一個人對這麼多人的時候 脫鬧是總有的 如果你總是要在雞蛋上挑骨頭的時候 那你反過來 你內地會不會又是這樣 天雅文章一大插的時候 我們是否能夠 只是在放大香港的問題 感覺上 全部都是歧視歧視 所以 有人就覺得 這些情況是夠的 不要再說這麼多 當然 人是不配置足的 人是覺得這些 哎呦 哇 這樣 騙到中港矛盾的那種 那種感覺出來 然後引起人熱意 所以 我自己覺得 浪費了 有多嚴重歧視普通話的外地人 反過來 香港人不是一樣 是嗎 你真的是 一樣的 不滿意就投訴他 那沒有人 不要搞 你就到時候看看 等同 你好像之前那樣 有位 清潔大媽 被內地嚇死罵 陰公 又說他歧視 很多人就說 大媽紛紛了兩個月前 從內地下來 經常都說自己人歧視 自己人都不知道你什麼好歧視 怎麼都好 這些 偶爾都做些新鮮的東西給大家 可能真的不夠 沒什麼搞 那些人都靜靜的 看見 不可以天下太平 唯恐天下不亂 我看 香港天下太平 最好沒事 就像特首說的七一 大家開心點 這麼多優惠折扣的東西 現在又派消費券 盡情消費 好了 今集整天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